好久不见 但是大哥你这个穿着一点没变 我记得第一次咱见面的时候你也是穿这个 李大哥上过一次我们的节目 他是长春市起重机场退休的 每个月有3900多的退休金 老爸去世后对李大哥来说最大的难题就是做饭了 为了方便 一个月30天他恨不得天天都吃速冬水饺 去年李大哥在节目中有幸牵手了一位大姐 但最终俩人还是没能走到一起 因为性格上的差异让两个人没能一直走下去 这大半年的时间李大哥说他学会了做饭 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但就是一个人的日子有点太孤单太乏味了 所以现在他还想再托我们给他找个伴 想到需要伴的 想到需要伴的 所以以后我打电话 对呀 那现在要是再找伴的话想找啥样的呀大哥 看看一个是身体好 反正你各方面有个老宝 进去好是吧 根据李大哥的要求 红娘觉得家住长春的62岁的段春龄段大姐 没准能合适 你好大姐你好你好你好 对对对你好大姐 红娘小菊 段春龄62岁 李毅现居住地长春市 退休金2300元 住房情况 住母亲房子 东西得这么多呀 哎呀妈 这东西没说 我在电话里都不好意思说 那时候不行 这家里的东西太多了嘛 上市场卖点 我也没说 这两天一直卖着呢 今天没出现 这属于什么卖的是旧路啊 对对对 就旧以前自己穿过的完了卖的 上哪卖呀 就是上这个利火街地方有一个 那一条街完了摆了 有的是那般人都在那块的 这个是个新的你看着吗 是呀这新一样穿 一点没穿我就新的 因为我胖了嘛 有些东西是穿不了的了 你看这衣服是挺穿不了的 这个是你看 这是我外甥女儿的 她这不要了 这只能卖两块钱 这个你要是要价吧 你得要四块钱 她们还是想价 你看这不都挺好的吗 那你卖这阶段 卖了多少钱了 没卖多钱 总共卖了十一件衣服 十一件衣服得卖 没有就两块钱一件 那十一件衣服才 二十多块钱 不够这个受累的了 没有 要以邢子当营生干帮 晚也没啥事 休不吃姐 段大姐没有独立住房 现在是属于居住在 姐姐给母亲买的房子里 那你这个东西啥的 你这屋里边 那个石头石头的规矩 是哪样 要都没地方下去 是 是 我现在自己现在没有家在这儿 是爷爷爷的家 就没太那个规种 不到以后它这个东西吧 它以后它肯定是要整一下了 这是我姐的房 是你姐姐给你父母买的 对 那你之前没有自己的房子啥的吗 我原先就在超市住 原先就在超市住 几个月前母亲刚刚去世 他们都在归制母亲的东西 所以屋子里会比较乱 而说起没有自己的住房 段大姐回忆起了 她过往的感情经历 我俩就是总打 就是打散的 我那时候 我俩是十月份姐姐婚吧 九月份十月份 就是我月末吧 我就怀孕了 怀孕了 你把你那个下班 四眼东下班了到家了 我就上厨房去早吃的 她从外边 她因为是夜班嘛 回来进屋 安地就给我走 那第一次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到屋里我就说 我说你为啥到 她说你没看我母亲洗衣服吗 那一次我得接过 我那一次我怀孕了 你还在这儿呢 后来我听她说 救我 我就把东西都摔了 那凭啥都摔地下了 都摔了 那时候她给我做 五眼清 有那么大人的吗 而这之后 两个人经常会 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即使孩子出生了 他们的争吵也没停止过 那有一次是 为啥说我晚上半夜就走了呢 她进屋吧 她下班了 进屋 孩子在床上躺了 把她进来抓了 就扔地下来 就那回事 我心之日的 真的没法过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忍受不了打打闹闹闹的生活 在姑娘18个月大的时候 段大姐选择了跟前夫离婚 离婚后段大姐白天上班 晚上就去姐姐家的超市帮忙 并且住在超市里 这样的生活状态 一直持续到一年前 去年找了一个 刚开始结合 她从抽屉里头 把那茶叶吧 都给拿出来了 我就是说 虽然这是我 我父母家吧 她这些东西我没动 我就喜欢做面 啥都是赶紧的 我不希望呢 我说你看 人家把东西 是 当时声音不是像我说的 这么好听 我说不能把东西都拿出来 我说你看这种 你再喊 再喊我就揍你啊 然后我就歇着 这心里咯了一下 我这是刚过日子 这就来 然后又给我一拳 我说这不行 我说咱俩 我说去离婚去吧 她说她当时就说 那离就离 那走吧 就去这么的 因为怕再重蹈 第一次婚姻的覆辙 今年七月份 段大姐果断地结束了 仅仅维持一年的 她的第二段婚姻 离婚后 她就搬到了 之前母亲住的房子里 段大姐说 虽然之前的婚姻生活 一直不顺 但是她一点都不气馁 她也始终坚信 在晚年 她一定能遇到一位 疼她爱她的另一半 我就想找一个 她对我 就是说这俩人以后 就是不能说 动不动打人 我是不能跟他俩过的 真的 主要说他动手打人 我肯定是不能跟他过人 就是找一个那啥 比较那啥 痴痴痴热的一个人 段大姐找伴的要求不高 最希望的就是未来的老伴 能够知疼知热 而咱们李大哥之前 对生病的老伴不离不弃 再找伴也一定会用心对待对方 于是红娘试着 给两个人掀起了红线 你往这边来过吗 大哥 这没来过这边 小时候归隆归隆不 不用了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居住的 我只是暂时在这块儿那 这家伙 进吧 你好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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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怎么的 我又不知声 你不知声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随便说 随便闹 反正我这个思想比较单纯 说真话 别看这么大岁数了 但是也希望自己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就是这样 你舞挺大 就希望自己吧 这不是我的舞 就希望自己以后能过得好一点 就是这么想的 大哥说你这舞挺大 大是姐的房子 我是赚住几天 还行一点 还行吧 还行 那一百分能给打多少分 一百分啊 能打八十分吧 好 不那么利整不了 你看那个 这衣服那个妓那个花妓 一般的会妓的 是吧 整的挺多 你看 一丑 一丑 那可能大姐就随手那么一妓 是 这就是一妓 和一般的 也整的利整了 你比较乱 要搬家的意思 不是 我从拔一下嘛 开始有这种想法 自己的衣服吧 不都 我胖了嘛 完了她都穿不了了 往我去上市场去卖去 这样子 没卖多少件 就卖了试一件 卖了26块钱 28块钱 这啊 上市场卖去了 对 一天吧 有什么一天卖 我还是去沙发拆了 不是的 要你看一眼 你看一眼大哥 你以为去沙发呢 我因为沙发拆了 有穿过的 穿不了 那啥的完了 我这不嫌也没事嘛 有无聊 就是 就是咱们说 就自己也没啥事 这不打花时间嘛 早上六点多去 把它卖一会儿 能卖就卖 不能卖也没事 我也是心思 这么的 这时候啊 贼能够做这种买卖 真说实的 就是这时候干点啥 就老太太卖点花 啥的都赔这种钱 是不是 干点啥就赔了 但是也没持续正事 主要是觉得自己 没意思 没意思 做点别的吧 外来啥 一个市场 晃一晃 要是想挣钱 也不比这玩意去整 死都来沉的 一杯一杯 一扛 你容易吗 干净了一说的 这啥用啊 你整的地争的 小亭会热多好啊 不行 就那么定 好 我这些人吧 真就有啥说啥 我这个别看我说话是挺慢的吧 我这也是个急性 你是慢性的 我一看也是慢性的 对我是慢性的 是不是啊 要是日后干啥的话 你说一个急性一个慢性吧 他俩就 虽然说是 不过哈也是有点不太 是不是啊 你说我说是这样 就做个个人吧 行 不是那属于借口 两口子没有 就是性格是一样的 包括人和人 但是吧 我没有啥失望 这边缘分都是慢慢来的 就找一个对自己好的 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就那么定吧 咱们这 你看怎么样 就这么定呗 行吗 就走吧 行 这么定吧 咱们认识一回 行 新长秦大姐是不是 好 你好大姐 原来不好红娘小菊 我家有狗啊 哎呀呀呀 养这么多小狗呢 这养两只小狗呢 哈喽 哈喽 孙长秦 62岁 丧偶 现居住地 长春市 退休金2000元 打工收入3000元 住房面积50平米 这回大姐把口罩改了 哈哈哈哈 瞅了 瞅啥瞅了 瞅啥瞅了 我说我也不准瞅了 也不会收拾 嗯 昨天我就说 我说我也不会化妆啊 这补素点挺好 都穿得到 挺好挺好 嗯 刚一见面 孙大姐就很不自禁地说 自己不会化妆 不会打扮 朴实了一辈子 也奋斗了一辈子 我上班 嗯 午夜班 啥班啊 就手术卫生啊 合厅 啊 在歌厅当 当保洁啊 嗯 那挺辛苦啊 那半夜啥子 那得熬夜啊 熬夜我不愿意上白班 黑白天到 在那儿一月能挣多少钱 雷三千 退休了就是干啥 你在哪儿退休的 睡眠场 一月推开多少钱呢 现在也就开两千吧 孙大姐连退休金 再加上打工工资 每个月能有五千多的收入 可是这些钱 她却从来不敢乱花一分 我买这房的话 你到时候你不得啥 我都带的款 首付才交死了多万 啊 完了现在就月月交 月月交三千 一个月还三千 我说的你有退休金 为什么还要出去打一份 那我打一份工吧 我家庭不减轻 一些负担给孩子 孙大姐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是几年前 她给姑娘买的 因为姑娘还没结婚 并且挣的也不多 所以身体不错 还能打工挣钱的孙大姐 就主动承担起了还房贷的任务 除了还房贷以外 她还得给自己留点过河钱 因为她太知道 老伴生病 需要用钱的那些年 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她有病 有糖尿病 有糖病二十了年 打胰岛素 她拉的计划不得我还吗 那给之前老伴看病 花了多少钱 拉了多少钱 拉二十多年 那打胰岛素 我还透析了呢 孙大姐的老伴三十多岁的时候 就得上了糖尿病 一开始老伴还能上班挣钱 后来糖尿病转化成了尿毒症 老伴就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 那时候孩子还在上学 老伴还得治病 所有家庭的重担 就都落在了孙大姐一个人的肩上 厂的放假了不上班了 不上班我说这个啥这个 我说卖菜吧 卖菜刚开始买的小吃 我还不会急呢 推的去呢 像干净菜 干净菜原先在尾皇宫 我没搬走家 我推的去推的回来 卖铁北二龙都卖菜 我那个儿子要没人的话 我就上逛公路去 那天你得几点去啊 八点钟吧 完了半夜才能回来呢 我家孩子那家 不年我都不给他添医生 都没钱添医生啊 你给他买丝医生 咱不说的 就十块钱的话 把这十块钱攒下来 你还得交续费呢 你记得攒点 明天攒点才能攒呢 完了你买点肉的话 就给孩子 还不能啥炒吃 炒吃的话 大人不都跟他吃没了吗 我就给他包点馅儿 有点馅儿都真的不吃点 你们大人都舍不得吃 舍不得吃 有肉紧着孩子吃 有钱紧着给老伴治病 那些年孙大姐靠着卖菜 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后来老伴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为了给老伴治病 孙大姐管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 但最终老伴还是在2012年的时候去世了 老伴走后 孙大姐就开始了漫长的打工 还债生活 完了就开始这么点 一点点积累的 沾点 沾点完了 够谁家的 我就把谁的还上 够谁家的 给谁还上 看谁家主要用钱钱 完了就先还人家 要是他家条件好的话 就后还的话 就那么的 反正是借的每一笔都还上 那 哎呀 那多不容易啊 有时候跟我家孩子学学都苦 嗯 一想到过去那段艰难的时光 孙大姐不禁潸然泪下 不过 如今好了 苦尽甘来了 孙大姐不仅还完了欠亲戚们的外颤 还给自己补交了社保 虽然现在住的房子还有房贷 但以自己目前的现状 是完全能应付得过来的 所以苦了大半辈子的孙大姐 也想考虑考虑自己感情的事了 那我要找的话 我也找个死头 就上偶 找个死头的 条件稍微 跟我差不多也行 那带有房的 要带退休金的 那长相个头那都是需要的 他说话老科都说到一堆去 有房子有退休金丧偶的 红娘觉得孙大姐的这几条择偶标准 李大哥倒挺符合的 于是就想给两个人签个红相 要去相亲之前 孙大姐特别希望红娘能帮她捣着捣着 希望去相亲的时候是一个全新的自己 来 那个皮套 马老太的书那么高能好看吗 好看 别老说自己老太 老太多大岁了 马六十多了吧 六十多了 也不大 我看看来 你看 这样不是挺好吗 来我再给你 我再给你 再给我捣着捣着 你捣着捣着 我去拿一下气垫了 这啥子你们 我也没抹过这些花 这个叫气垫 气垫管啥的 气垫是管皮肤白 就是把你皮肤的瑕疵都给你折上 今天抹得好看了 等着你哪天那树牙的一开 这老菜的花庄 不办了 那好嘴啊 一看你 春天抹 本来大姐的底子就挺好 以后对自己好点 这都是我抹的 我能抹吗 抹完能喝水吗 你看看 你觉得咋样 还行 这啥还行 阿姨好可看 比之前好看 比之前好看多 这不着妆了 这不着妆了 因为红娘的化妆水平有限 只能帮孙大姐稍稍改变一下 其实最主要是想让孙大姐放松一下心情 更自信的去相亲 就在我们去李大哥家的路上 突然接到了李大哥的电话 我现在怎么整 还没来呢 在路上呢 我这人笨子 我嘴笨呢 也不会说啥科 翻年科是不会 就那啥呢 就说些没用的反式 行 那行 有科就行 那有科 尤其老家常有科 老家常能老 行大哥 这家没见面先电话烙上了 我看你俩工程语言经多 很小区不长地 不扑 不扑 这有一下雨多嫩 它楼里面还行 不是人家楼到不要放这些东西 到时候一旦有啥事的话 你跑不出去 这会有动静了 这会有动静了 这会上来了 听着动静了 大姐真是高光没工作的 高光 你咱不是要有啥事的话 那多大害呀 这不上楼了吗 对 这也是大哥家 那我也不能先进去 先进也没关系呀 那你又先进呗 爹 我没敲门就开去了 我这就太主动了 来呀 来呀 这屋挺敞亮的 这天挺大 你家这能有多少米呀 这房子呀 气是好不好的 东西都是老东西 我家也上去这篮门 跟我家那差不多 这个符合地板 这个亮相最少 大姐不想来找个箱 你好来买房子的 好来买房子的 我这看你一进屋 你这家还想买房子 那你不得看看她 过日子这些东西吗 你看你要是摆设啥的 啥都有啥都去穿的话 那一看就像过日子的人 那你这个看了一圈 觉得咋样看住 人家倒挺像过日子的人 就是这个东西都不顾一惊 没有那个感觉 没有心动的感觉 嗯嗯 就好像就像传门 你家伙传门的邻居 对 我说上夜班 干啥会儿啊 对 等一天吃饱节的 到时候要是以后 就咱俩成不成的话吧 我也得上夜班 完了的话 我给我闺女买个楼 我还得给她还贷款 一个月拿出三千块钱 给她回贷款 丑话说的前面 对 到时候过后的话 好像是拿你钱还 就给她还几乎的 把我你钱都给她的 那不能我给谁 这也不能 是 我世界都把这些事实上了 要老伴就是说 在一起共同生活 共同享受 共同幸福 这你晚上走了 你白天就干啥 就是啊 就没有 没有啥必要了 那我不能不干的 那我不能负担多重 我在现在我身体好的话 我得帮个一把 这解释不了 因为她上夜班 那玩意熬心血 那不是闹玩 那可一天两天行 那要长些干脑子都受不了 找一个她也上夜班的人 那对 我俩同时都上夜班 对 那是对 我俩同时上夜班 白天都在家 那就没事 那就没说了 行 是不是咱就说实话 在把那个 就是咱们第一次 就是上回见那个天王鹿那个 我还想跟她联系一下子 真的 看看 再触一下子 看看能不能 接触接触 能不能了解了解 就是我第一回给你介绍那个 天王鹿的那个 麦旧鹿那一把 对对 对对 再把那个 就是咱们第一次 就是上回见那个天王鹿那个 我还想跟她联系一下子 真的 看看 再触一下子 看看能不能 接触接触 就是 我第一回给你介绍那个 天王鹿的那个 麦旧鹿李大吉他 对对 让李大哥还想再见一面的 就是前几天跟她相过亲的 62岁的段春菱段大吉 这怎么了 我又不知晓妮来 都不知晓妮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随便说随便唠 段大姐离异 没有房子 每个月有2000多的退休金 现在没事啊 会卖点旧物 但上次李大哥跟段大姐 刚一见面就说不合适 拒绝了段大姐 那这次李大哥 为啥又突然转变想法了呢 你这咋子突然间想通了 没什么太大的负担 就是一个人 反正也没有什么牵挂 没什么后果之有物 是不是 这不也是一个优越条件 咱们相处起来也有好处 那当时你不觉得 就是大姐长得不行 穿得优优点 这个过时 然后还卖旧物染了吗 是 当时心得是有些有点不太 后来就经过这段时间一想 干啥无所谓 李大哥觉得 上次跟段大姐相亲时 是自己太过挑剔了 回过头来一想 大姐没负担 亲手立脚一个人也挺好的 所以她还想跟段大姐再见一面 让红娘再帮着联系一下 好 哎呀 哎 哎 段大姐 我在 有这么个事大姐 上次我不给你介绍了一个就是李大哥吗 就去你家相亲的 嗯 嗯 然后吧 她就是又考虑了一段时间 她觉得吧 还是想跟你有接触的想法 她想跟我接一下吧 对 对 对 了解一下也挺 对于李大哥提出再见面的想法 段大姐答应了 不过段大姐说呀 这次她想来李大哥家看看 咋样 妈妈你跑一趟 没事 你听我电话跟你说大哥想跟你再重续一下全员 你啥心情啊 我心情吧 说不上来 还行 今天那啥就是接腿一下也行 我看着了吗 没有 她是哪个车呀 白车啊 白车啊 她应该出租车啊 她坐这出租啊 把车 把车 你过来想问 你大哥在什么可以见面 就先把这个问题问了 就是说得 你上次问啥那啥 完了这次你为啥有点 那什么 有想通了想那啥和好 啊 对 准备炒两个菜吧 这就没啥了 猪手搁这儿的 啊 猪手 肉完了切 完了炒点菜 那个是肘子 嗯肘子 这是猪爪 啊 啊 原来这边有整干豆 又还我啥的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这个来了以后 完了 招待招待 这个女士啊 嗯 这边啊 李大哥焦急地 期盼着段大姐的到来 那边 红娘带着段大姐 已经出发了 那这两个人的第二次相见 又会发生 怎样的故事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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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赶紧握手了吗 没有 没有不用握手 这都握过了 他哪握呢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这是大姐跟你生气的 不跟你握手 啊 上次你不拒绝人家了 没有 没拒绝 没拒绝啊 对啊 那我还是正好想问问你呢 为啥你上次不同意 这次又同意了呢 那考虑考虑 回来考虑又那啥了 这次好像 整个考虑考虑 思考思考 完了一看 还得去 这家人了解了解 在一起 过头过头出一出 是吧 为啥想要家人了解了解 你是哪儿呢 不能出过 不能出过这个机会 这么好的人是吧 回答还算敷衍吧 他属于也行 那你说他咋回答 也就算过得去 还算打七十分的 回答 你就是对大哥 就是整体的感觉和印象上 有没有啥变化 我感觉比以前切 比上次强点 就是印象分比之前好了 嗯 给衣服脱了吧 叫屋的 行 来回来吧 我得表现表现啊 这边是厨房 这边是厨房 先到厨房瞅瞅 那厨房 就小点啊 厨房小点 一会儿准备再上菜 把它们 面积不就是 多大面积这房了 97 一会儿把它增点菜 咱俩露一手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咋会做菜 行 不会做饭就是 就是 入手呗 那你一煮熟啊 我煮熟吧 那叫 你不会我就得来吧 大哥现在你都轮着当主厨了 就得这样的事儿的 你咋咋 我记得之前我采访你的时候 不会做饭 就吃水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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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激动了 啥饭了 激动了 你都轮着的 哎呀呀呀 你看 激动的都开始轮 当主厨了 哎呀你都不熟啊 嗯 就是你在这个房子 就是主动的 你看看 这是我睡的屋 就在这一窗 嗯 我孩子要回的房子 等那屋 等那屋 就等那屋 反正就这么大个屋 随便呆一呗 也自门没事儿 好 第一次来大回家 就是咋样的 他作为一个男士 是不是 家整的这样已经不错了 哈哈哈哈 就是再问问他工资卡的事儿 所以日后我希望跟他俩一起过日子 他把工资卡给我 结合了一起去吧 嗯 我希望啊 我来掌管你的工资卡 因为咱俩到一起了 是不是 对 你说你 你说我作为你以后的媳妇 你说我连你的工资 那边一家不两家 两家不两家 那我跟你过的还有啥 啥也图不了了 你不用关工资卡 我是这么想 你的工资 人家把你都已经留下了 是不是 我们让你动 万一有个病灶 或者天灾病液的呢 你可以呢 能支配 咱俩要在一起了吧 家里的一切开销 就是包括 所有的一切 什么油盐 像柴米油盐 还有这些个费用 或者是 就是所有的开销 就是包括这个纸 就是手指啥的 就是这个 都是由我来买 我就给钱搞那块 咱俩花 这个意思就是 哥那块 你的工资就咱俩花 对 就是这样 这个意思 不是说是交给你 叫你控制我 因为啥 不是控制你 就是说这个 那事的话吧 那就让儿女笑话了 这一辈子也没让别人 就是说是 没有那个习惯 我听明白了 你看行不行这样的事 我是感觉到有点 不太那啥 我回去还得考一下了 咋的 他要是这样 就是说的工资 他来支配完了 剩他留了 我还想回去考虑一下了 咋的 人家接受电话 没事你实话实说的姐 不是接受不了 是因为这种规划 对我来说好像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我剩这钱 我能不放这身吗 我也是六十多岁年 他 你的钱已经 你已经 有保端了 都已经 入库了 我这是一点不干啥的话 万一说是谁能走了的话 就是说是不干啥 要是真要有那天 我不是傻眼吗 那如果说这样的 不就是你俩出的非常好吗 等计也有机会 是 就是非常好的情况下 那也不分你我了 你这个 因为没有说是你我了 那可以了 就这个经济问题 如果只要你相中人儿子 就可以其次 现在你们都不差钱 大哥这经济条件 你看这房子也挺大的 然后退休金也四千百块钱 是吧 你自己 你也有两天多块钱退休金 大哥都说了 你那退休金你自己 自己 自己 那个把控的 对吧 大哥还没提出来 你工资也得拿出来 跟我一块花你 你要遇着那样的大哥 你不更得挠头了 那就不用处了 还看啥 所以 你得往长远的想 目光放长远 你看在眼前的这个人 你喜不喜欢的 想不想跟他继续相处 你得奔这个想 如果你连眼前这个人 你都不喜欢 如果连跟他处都不想处 那他那个也没有必要的 是不是 你觉得我说话在里 在里 嗯 接触一下的吧 就是等着我俩要过时间长了 就是不分你我这情况下了吧 或者就好 就是好的就 就不分什么时间干啥呢 可以的 就是 就交给他了 对于大哥这个转变 太多转变咋样 嗯 这个说的 是不是 工资卡的问题解决了 眼瞅着到饭点了 李大哥就张罗起来 跟段大姐一起做做饭 你需要大姐帮你干啥 你给我盖个刀吧 给我盖个刀吧 给我盖个刀 我还真不太会盖到 这个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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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会 看样子真不会 这个不是客气 我这事不能装 你装以后 你还得进家没 你一说你 说会你咋不会做呢 那不是肉麻屌了吗 那不会就是不会 在平时不咋会做饭的段大姐面前 也不咋会做饭的李大哥成为了主厨 在厨房是一顿忙活呀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 李大哥的菜就做好了 菜一上桌 那就开动吧 这个三下五穿二 我看大哥这手一行啊 虽然这黄瓜粗点 对粗点 四个大的 但也还行 来 来吃吧 我给这点酒味的干掉 我得了 哎呀 大哥要喝点 喝一口吧 好 给这点 这点是腹根 腹根是 要不还得起一瓶 不起来 拉到了 这是高兴了来点 高兴来点 愁累来点 都来点 现在是 这酒就 就喝一口 喝点 吃点 大姐对喝酒建议吗 不建议 不建议 来吧 今天头一次到咱家了哈 大姐又用碗干呢 对啊我先喝一口啊 喝一口表达高兴啊 表达高兴啊 你尝着大哥的手艺咋样 有没有用做饭好吃 比我做的好吃 通过做了这顿饭呢 李大哥发现 段大姐的做饭能力太差了 不过李大哥也说了 人没有十全十美的 慢慢相处看吧 段大姐这头呢 也想跟李大哥继续交往一下 两人留好了电话后 李大哥说上次去段大姐家 发现她家里挺乱的 旧屋也挺多的 所以她想去帮段大姐 归拢归拢东西 好为两个人相处好了后 段大姐能尽快搬到自己家做准备 这到了段大姐家 李大哥就开始张罗了起来 你需要带到我家的 你先留出来 这可以明白了吧 就是需要拿走 就是搁这家的 你也不能穿 也不能用的就甩出来 就是说你不能拿到我家 那是这东西 你就可以留在一个地方 你能拿我家 你弹搞一个地方 找一个或者要几个丝袋子 或者完了以后 完了给你装过五号 对 你挑的你要的 你留起来的 你先挑选出来 你说我这也不能卖 我不舍得卖 我还行的说 你不舍得卖 你咋行的呢 你咋行的呢 行 他这个说得行 是我这个想法 凡是这样的 你这要能 就是想带走的东西 就是说他说那意思不要 就完了就打包完了卖 但现在好像 我问我好像馅一馅裤也不要 馅一馅裤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些事 今天我特意上那去问 那坐车 那你就把你要穿 你想带走的 你先拿着高一边 这不就妥了吗 我就不要了 选那边就都不要了 就得了呗 把那个就是一回笼得了呗 这边的到时候玩的是 现在胖了 有些东西想要他也要不了了 这东西昨天我穿都穿不上 李大哥规划了半天 段大姐也没打包出来 一包衣服 红娘就提议让李大哥 也帮着动手整理 可没想到 接下来意外的情况 却突然发生了 咱俩开始回头吧 我看那什么 咋的 我看先被守了 我看 你知道咱俩还是不合适 还是不行的 就感觉 你心里想不太 又不太那么太靠谱了 又有点 跟上午的想法又不一样了 这几句话 你还反来不去 看看我说你要的东西 啥也不会 你也啥也不会了 是不是 就是一度家务这个话 各方面原因也好像 大爷又能不能学着说 把家务这个话 先这么地儿吧 今天反正就到此结束得了 我就这么地儿吧 行不行 初二反而实在是愿意琢磨不透 反正这次他再有要求 也别来找我来了 行 他要不行的话就拉倒吧 要不然 他自己都说不行了 你说还有啥可怜 就是 你得好好安慰安慰大姐 我不用了 不用了 大姐这心里边都是不得了吗 大哥 我感觉还是找快刀斩烂麻 要不然的话更难 更高对肉带厚 咱俩也就是 行 没事 没事 我不挑的玩意 对有点意思 你一定要再参与 我来说 我来说 你多问我